文化部要推行藝術銀行 很多年輕的新銳藝術家認為 這個新興的平台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可以讓他們的作品被看見 民眾不一定要去藝廊 在公共空間裡面就可以欣賞到他們的作品 拿起畫筆 調色 上色 正港美術科技出身的新銳畫家黃宜盛 是藝廊的簽約畫家 雖然有固定收入 但聽聞藝術銀行即將誕生 也肯定文化部這項創舉 年輕藝術家需要被支持的藝術家 而且它是一個利多的消息 因為這一個藝術的環境 整個大眾的氛圍跟整個經濟狀況來講 並不是那麼的絕對的友善 可能大家的態度是友善 可是實際的資助 可能還是有很多現實的考量 由於藝廊收購藝術品時 胃口抓準有市場商機的作品 所以侵略創作者想要大放異彩 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未來多了公部門推動的平台 畫家樂觀其成 藝術銀行對我來講 可能它不是一種那麼完全商業的運作 那它可能支持的成分也很大 那畢竟說以文化部來做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初衷應該只是想說 可以培養多一點的新人 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 藝術品進駐公共空間日趨盛行 向台大醫院近兩年也開始將 冰冷冷的走廊改造成溫馨的藝廊 展出畫家甚至一生業餘時揮灑的作品 試圖攔下腳步匆忙的民眾驻足欣賞 油田TV黃一金高學員台報道